肺炎疫情影响 不少共餐据点都暂停共餐活动 不过金山区风雨里办公室 依旧热闹开办第一次的影法共餐 而区长与里长虽然鼓励长辈们 多多外出活动运动增添免疫力 但是面对肺炎流感来势汹汹 也现场指导整辈们正确的防疫知识 要勤洗手多多运动才能提升免疫力 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不少共餐据点都暂停共餐的活动 不过金山区风雨里办公室 依旧热闹办理第一次的影法共餐 扣海的风雨里端出了鱼以及虾子等现捞的海鲜 还有红通通喜气的汤圆 要为首次办理的共餐热闹一番 而区长与里长也到现场宣导正确的防疫知识 勤洗手多多运动 借此提升免疫力 那因为我们金山地区目前的状况都还非常的好 那也是属于比较空旷的地区 那这民众也不会是密闭式的拥挤的地方 那我们这边还是一般的共餐点都有继续来执行 那希望这准备能够都走出来运动运动 我们的共餐时间定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的礼拜四 办支搜完以后顺便办一个老人共餐 那我们这边的设备设施是不是都齐全了 差不多都齐全了 欢迎大家来一起来共餐 里长也提到市民活动中心重建落成一段时间 现在设备都齐全 黄金资收与银法共餐都办起来 就是要鼓励长辈多多外出活动运动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共餐的现场 也不少长辈相当关心口罩怎么购买 而区长也制作了看板现场解说 每一个人每次只能够购买两片 那七天内只能够购买一次 那两片一共有十元 那以身份证的号码的基数和偶数来分 那礼拜天就不分这个基数偶数 或者星期日上班人他都说 一般上班人他就可以来购买 那在这里跟大家说明 那代购一个人只能够代购一卡 那每一个药局的点 他每个成人只能换售200片 也就是100个人 那鹅童50片 还是12岁以下的鹅童 那有50倍等于是25人 区长表示金山区实名制口罩购买方式 采取先拿号码牌 而后凭号码牌 在当日指定时段内都可以对领购买 希望以弹性调整 免去乡亲长时间的酒后 还有借此也要疏解同一时间 全台一起建保卡连线助记的负担 即将平函金山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好